从本节课开始呢 我们就开始正式的去编写我们的一个项目代码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需要实现的一个首页 这是我们的一个首页的内容 首页的内容呢 一共我们是分了三个部分 先看最上面 这里有一个导航栏 然后呢 中间部分是一个选项卡 然后下面呢是我们的一个内容部分 内容部分我们是以卡片的形式去展现的 那后面呢我们先不说 我们先看我们要实现的一个导航栏 先把它的导航栏去实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导航栏呢 这里是一个红色的背景 同时呢这里会有一个搜索框 类似于搜索框 但是实际上它是不可以输入的 我们在点击这个白色的输入框的时候 它会挑到一个新的页面 去完成我们的一个搜索 所以我们先去把这一部分先去实现一下 回到我们的页面 到我们的index页面 然后把我们的内容我们先去整理一下 这些样式我们暂时用不到 我们的开发呢 全部是用SaaS开发的 这里去声明一下 我们使用SaaS SaaS呢之前的课程我们有讲过 需要在工具插件安装里面 先去找到我们的SaaS一个插件 然后我们去安装一下 SaaS安装之后呢 才能正常的去使用SaaS 去开发我们的项目 先把我们的项目运行起来 我们叫Hello UniApp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运行起来之后呢 可以看到项目最上面是有一个原生导航栏的 如果说我们再去原生导航栏 实现一个搜索的效果的话 是不太好实现的 所以我只能把我们原生导航栏给它去掉 然后我们自己去实现一个自定义的导航栏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 首先先到我们的配置SaaS里面 在我们当前啊 就是我们的Index 页面找到SaaS界点 我们去给它配置一个 Navigation然后SaaS SaaS呢可以去定制我们导航栏的一个样式 就选择Custom 这是我们自定义的一个导航栏 这样的话我们的导航栏就可以取消掉 可以看到我们的内容已经顶到H5的一个顶部 需要注意的是在H5中和在App跟小程序中 可能有些表现不大一样 因为H5中是没有一个状态栏的 看一下效果图 可以看到我们的图上面是有一个状态栏 就是这一部分位置 H5没有 所以在实现H5中呢 注意状态栏的这部分 先把H5实现一下 我们先不去考虑状态栏 先把内容去实现 首先呢我们肯定不能直接在我们的页面里面 直接去布局 这样写的话肯定会占据我们很多的一个页面内容 就导致我们内容页面呢看起来很啰嗦 所以我们既然要去实现一个自定义导航栏嘛 肯定首先要去实现一个自定义组件 我们把它放到组件里面 内容吧 这就是一个自定义组件 我们只是把表天写出来了 但是项目中呢 并没有这一个组件的 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应该到项目跟目录 去创建一个目录 目录呢就是comptence 然后呢我们去新建一个组件 我们选择新建组件 然后勾选创建同名目录 创建一个内容吧 创建就可以 这样的话我们的组件就有了 在这里写上一个导航栏 正常情况下 我们应该在这里report report谁呢 report我们的内容吧 然后呢 from comptence下面的 内容吧 这个页面 然后再去注册一下 才能够使用我们的组件 这样呢就完成了组件的 引用 注册 然后是使用 这样呢我们的自定义组件 就可以正常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 正常使用之后呢 我们其实可以不用这么麻烦的 需要怎么做呢 把我们的import 跟我们的comptence 我们给它删掉一下 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组件 然后这里去引用了一下 在uniapp中呢 我们其实不用去写 import和我们的comptence 因为我们有一个什么东西呢 有一个叫 ez ez.com的功能 它是做什么的呢 就是说当我们的组件 在项目中 它的命名是这样的 这是我们的组件名 组件名 we 就是我们的目录啊 跟我们的组件名是一致的 这样的话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我们的一个组件 而不需要去import进来 然后再去注册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 uniapp的easycom的功能 但是它还有很多配置啊 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 我们去查询一下官网 看一下我们怎么去备置就可以 这样引进来的组件呢 它不是全局引入的 它是局部引入 就是说如果我们有很多的组件 只有说我们用到的组件 它才会去编译到我们的项目中 看一下 现在我们没有引入 看正不正常 导号栏还是正常显示的 说明我们直接使用就可以 这是我们一个自定义组件 这里叫自定义导号栏 我们把它删掉就可以 然后我们去实现一下导航栏 导航栏呢 我们这里给它一个类 随外层给它一个耐务霸的一个类 然后我们这里去声明一个SaaS 给它一个百分之百的宽度 然后给它一个45px的高度 一般情况下 我们的导航栏呢 都是45啊 44px之类的 让它看起来差不多就可以 然后呢 再给它一个背景色 background color 我们用一个井F07373 使用这么一个色值 这个色值呢 是我们本杰克的项目的一个主色调 所以我们可能会有很多地方 要用到这个色值 直接把它放到我们的UniSaaS里面 UniSaaS点开 这里呢 我们去声明一个变量 叫mk base color 然后把我们的颜色放到这里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使用这个变量 然后在这里去替换我们这个色值 就可以方便的去使用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的导航栏就基本上已经成型了 然后呢 我们要去给它一个搜索 叫 niobar search search里边呢 会有两个元素 这里呢 有一个 niobar search 然后一个icon 这里呢 放一些图标 然后在这里去放我们的一个实际的内容 test 比如说里面叫UniApp Vue 然后去快速的实现一下我们的这个样式 先去实现最外层的 niobar search 先给它一个高度 高度呢 我们给它一个30px 然后呢 我们给它一个背景色 进ff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去 去写一下我们的icon 我们要实现 是一个搜索的图标 然后和后面的内容 我们要让它在一行显示 就是在这里 那么我们怎么去做呢 neobar search neobar search 是icon 然后我们给它一个小点的宽度 10px 高度呢 也10px 给它一个红色的边框 同时呢 test 也去声明一下 我们给它一个12px的大小 然后给它一个999的颜色 看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不大对 是因为它是横向排列的 我们要让它在水平方向排列 那么我们需要在这里呢 neobar search里面 我们去给它加个display flex 然后让它随直方向呢 我们去让它对齐一下 这样的话差不多有那个意思 然后我们需要这个白色的搜索画呢 我们让它在居中显示 需要在这里呢 去给它加个display flex 然后呢 水平方向 垂直方向 我们全给它居中 同时呢 需要给它加一个padding padding呢 我们就上下0左右15px就可以 保存一下 现在还不大对 是因为这个位置 我们没有给它宽度 应该给它一个百分之百的宽度 那给完百分之百宽度之后呢 confer的右边它又出去了 出去肯定不对 是因为这个位置啊 我们要加一个post saving 让它在核内显示 这样的话就完成一个搜索的内容 然后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圆角 看这里呢 我们是有一个圆角的 所以我们要把圆角去实现一下 圆角呢 我们就在nile search里面 我们去给它加一个boulder radius 我们给它一个30px就可以 只有我们每一个角的一个大小呢 是我们高度的一半距离 就可以去实现一个圆角的显示 圆角实现之后呢 我们希望我们的文字呢 据我们外层的负元素 左右都有一个15px的一个距离 那么我们需要在这里 padding上下还是0左右呢 给它一个10px 我们保存一下 这样基本上我们一个 自定义导航栏的内容 我们就去给它实现完了 那还有一点问题 就是我们的icon 跟我们的字体是在一起的 我们需要在icon用名 加一个marginwrit 是多少呢 10px 我看一下 这样的话就比较舒服了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自定义导航 在h5中我们是长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们实现之后是有问题的 有什么问题呢 现在再回到我们的项目中 在index下面 我们去给我们的一面 我们去加一些内容 这里使用一个vg4 去虚拟一些内容出来 叫atom in 100 去生成100个元素 这里面就是atom 内容 报错不管 因为我们是测试的内容 直接这么写就可以 给它加了100个内容 现在呢 我们刷新一下页面 回到页面中 我们去滚动一下 你会发现我们的导航栏 随着我们的页面滚动上去了 没了 那么这个地方啊 我们需要去给它处理一下 怎么处理呢 我们需要让我们的这个元素呢 是一个固定的一个定位 是用fix的 直接在这里 直接去写一下position fix 然后呢 top给它是一个0 然后left呢 我们也给它一个0 同时呢 我们给它一个zindex 大一点 99吧 这样的话保证载航栏 始终显示在最上 看一下 这样的话 我们在滚动的话 就不会去影响到 我们的一个 自定义导航栏了 虽然不影响了 但是它会盖住我们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办法 让我们的内容显示出来 它既然说是固定了 那么我们可不可以这样 再去写一个元素呢 比如说我给它一个高度 就是一个45px 我让它直接去 站位导航栏的高度 就把它挤下来了 对不对 但是这么写的话 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们这里是没有生效的 你把他没有 还是没有挤下来 是为什么 是因为我们整个的元素 它都是一个定位 那么我们需要把它去改造一下 我们呢 需要把这个内容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去给它加一个负元素 让我们的负元素呢 实际上去执行一个定位 那么叫fix的 让这个元素去做一个固定定位 就不再去我们的整体元素去做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保证 当前的一个页面呢 是跟随页面滚动的 但是我们的这块内容呢 是在我们的屏幕里边 固定到屏幕的最上面 那么我们去实现一下 很简单 我把它复制下来 把这个内容呢 放在这里 那么把下面所有的内容 全都给它复制下来 我们复制到这个里面就可以了 保存一下 那我再回头看一下我们的效果 我们的内容呢 看起来就是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实现了一个基础的自定义导航栏